从花卷呀,底部焦香酥脆,上面柔软多层,里面还有浓浓的烧烤味,简直是太好吃了。 先来和面吧,将300克的面粉加3克酵母3克糖,170克的温水,移到揉面垫上多揉一会儿,揉成细腻的面团,直接擀成长方形的薄面片。 三勺烧烤料,一勺面粉,适量的盐,手油,调个细油酥备韵,均匀的涂抹在面片上,然后如视频这样给它对折再对折,用刀切成宽一厘米的条,然后三个一组给它裸起来。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,如果觉得巧云交的够详细,就麻烦你点亮小红星支持一下吧,感谢大家啦。 如视频这样的手法,给它上下拧件,整理成花卷的生坯,放入刷了油的平底锅中,至底部金黄,然后淋入三分之一的水,扣上盖子,焖干汤汁,出锅前加点黑芝麻和葱花。 喜欢千层花卷的朋友们,先收藏后关注,不然你做的时候就找不到我啦。